现场来了两位消费者 朱女士是做美业的 徐女士是做服装业的 两人告诉记者 他们一直渴望在形象气质方面得到提升 以便更好的工作 之前他们在网上看到聚上美的一些课程信息 就花了几千块 上了线下课体验了一下 说是几节课下来深受感动和鼓舞 创始的那个人 他说是让我们中国女性成为世界的版样 我是让他们这个使命感和价值感 给他们吸引过来的 当时创始人是这样喊的口号 传播美分享爱 让中国女性成为世界女性的一个榜样 我们就秉着这个口号 就是又觉得这个三天的课程非常值 所以就报了后期的六万的课程 两位女士介绍 课程内容包括化妆 发型 穿搭 演讲等方面 公司还承诺这个就是终极课程了 所以他们都觉得六万块还是挺值的 但是真正开课后才发现 并不是这样的 第一天是简单的作战走织的一个训练 然后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就开始销售 想学习更深的内容 想学习更深的一个知识 需要交三万九千八 他给我们承诺的是 就是说这个是最终的课程 不会再有一次再次消费的一个过程 但是每一次都是引流 就是学完这五个课程以后 就是最少要四十万 因为觉得费用太昂贵了 朱女士说他们提出了退费 前几天只是在微信群里问了一下 结果就被踢出了群 现在他们希望聚上美能给个明确答复 聚上美杭州分公司的王总表示 可以接受采访 但是不愿意露面 合同当中有约定的对应的课程 但是作为一个公司 它肯定有研发其他产品的这种权利 对不对 所以我们除了培训合同内的课程之外 我们也有其他产品 但是合同当中的课程 我们都给到交付的 合同之外的课程 是如果学员有这方面的需求 你可以购买 我们没有强买强买 采访时两位女士都没有带合同 王总表示他这里的合同也不方便拍摄 沟通过程中王总反复强调 他们的讲师都是具有专业资质的 是可以实实在在帮助学员提升形象气质的 我们老师的海报 这可是海报 您跟我说的是相关国家认证的资质 比如说证书您能给我看 这是您自己做的海报 证书老师没带呀 是不是啊 那肯定老师他会随身带吗 他有我们会提供给你的 我们也肯定有的 没有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开课的 我们所有对应的课程 我们公司会统一提供 但是不是现在 比如说哪方面的证书 叫什么名字能先告诉我们 证书的名字 哎呀 我不是 我是公司的运营人员 是不是啊 但是这个 什么各种各样的证书名字 我背不出来呀 王总表示 已经上完的课程 肯定是不能退费了 周一他们会组织一次线上协商 希望两位学员可以一起参加 如果实在谈不拢 建议两位走法律途径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你有什么过程的证书呢 季度